歡迎光臨 早前是網民贊義是人民英雄 我說你會幫忙設計路障 不是喔 我有聽過清啦 有聽過設 我看到路障搬到一邊的 那人在哪一邊 在觀塘工業區的馬路 我看到都堵塞了一陣子 剛好擋住了你 是呀 是呀 然後我又要趕著回去 你趕著上班 就落地清一清 做到多少也得多少 怕不怕嗎? 其實沒得怕 沒得怕的 但我都覺得做到多少也得多少 大家都要過回自己的生活 都沒得怕太多 都是做回正常的自己 我怕就沒有人出去做 怕不怕影響到港口的山子? 其實現在整個大趨勢 即是香港的市面上 很多店鋪都在捱 頂著 那其實都沒得怕太多 只不過大家都很想 快點把這件事過了去 那先平息了 幸好之前呢 就 賺下的那些 我們都沒有分過的 那都是放在公司裏做 這個繼續運的 那原本之後的計劃 都是打算開 就是沒有這件事之前 打算開了灣仔之後 都是去其他區都一直開的 但是這個目標就暫時要各自一會兒 將一些手頭上的現金 在這幾個月去頂住 請問李嘉誠的基金嗎? 我有跟Partner那邊談過的 那我將這件事都跟他們說了 看看他們研究成的 因為他們都有一些 有些叫做什麼? 有些要求 不是每個都申請嗎? 不是每個都申請嗎? 不是每個都可以的 就是他裡面很多條款 我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交了給我另外的Partner去搞 至於消息那些 他還沒有跟我說 是否申請到 希望都幫幫幫幫幫幫 幫小小啦